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園第一選區龜山盧竹大塊溪十五里 立法委員候選人小牛牛許廷 牛許廷競選立法委員 我們在國會問政有方向 選區經營有願景 用簡單的時間跟大家報告 國會問政有方向 反詐反戰反特權 宜居宜業宜生活是我們的問政目標 反詐我們會修法重罰 加強詐騙的源頭管理 反戰我是外交系畢業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碩士 我主張外交優先 以專業審慎的外交辭令 取代戰狼式的政治語言 我們也會支持強化志願意義的待遇 來提升台灣的國防 反特權民進黨政府作惡多端 這幾年太多黑箱決策 牛許廷進立法院 一定全面清查 全面清算 讓政治可以回到真正的公開透明 宜居 牛許廷是年輕世代 我們最在乎居住正義 我們支持囤房稅 我也會盡力推動租屋市場的透明 加速地方社會住宅的興建 以及包租貸管的推動 來改善這個青年買不起房的困境 宜業 桃園是產業重鎮 我們希望爭取中央的各項政策優惠 下放地方 讓地方的產專區可以更加的進步 招商可以更加的順利跟活化 以生活 我們一直都主張用政策福利的手段 鼓勵生育 我們會贊成全面提升勞工的權益 勞權教育納入課綱 來保障 這個壽星階級的勞動權益 我們也會希望全力來爭取長照的資源 讓台灣未來步入人口高齡化的時候 能夠有更順利的政策配套 選區經營我們有願景 在地方上我們最在乎交通 我們希望進到中央可以積極的爭取經費 讓機場捷運採購車廂可以順利 我們也會盯緊捷運中線跟綠線的進度 讓捷運城市早日來臨 我們除了捷運來臨前 我們會爭取公車要先行 我們會從中央爭取專案預算 讓國道客運跟市區公車的補貼大幅提升 來提升桃園的大眾運輸入網 也為未來的人本交通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交通工程方面 我們會希望國一甲東段的路廊可以重新檢討 計畫必須要重啟 以疏解大快溪地區的塞車問題 我們也會積極聯繫 研議打通各個選區內瓶頸道路 讓交通路網工程部分也可以順利來進行 我們會要求中央在都市計畫的審議 下放更多的權力給地方政府 讓未來第一選區內的都市計畫檢討 可以尊重地方的意見合理的來審查 我們如果擔任立委 我們會積極的跟中央各級單位 包含國防部 農田水利署等中央單位 協調活化選區內的閒置公有地 讓桃園市政府可以善用這些土地資源 興建共榮市公園 平面停車場 或者是公車的駐車場站 進一步提升選區內部的生活品質 在教育的部分 在議員任內 我們已經爭取到龜山的容積一轉代金 讓大綱高中的設立有所進度 接下來的目標是進到中央 從教育部爭取專案的校舍興建經費 讓大綱高中以及盧竹五福國小 大竹國小擴建等等教育地方的需求 能夠有中央資源的全面挹注 我是龜山的環保議員 現在希望能夠升格變第一選區的環保立委 我們對於中央的能源政策非常有意見 因為在照鏡廢盒的背後 是火力電廠擴建的無情事實 龜山的國光火力電廠 蘆竹的長生電廠 這幾年又偷偷摸摸的啟動了擴建的計畫 作為選區民意代表 我強烈反對 我們希望未來中央政黨輪替之後 能有更務實的能源政策 讓桃園不要淪為下一個火力發電的城市 選區內另外一個被大家關注的議題 是桃園煉油廠的未來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太常習慣於 吊在簽廠與非簽廠的二元選擇之中 但不論未來是否簽廠 我會要求立即的轉型計畫 我會要求從中央經濟部的管道 要求煉油廠每半年一次 跟桃園市政府以及周邊的鄰里鄉親 匯報廠區的轉型計畫 廠區轉型包含太舊換新 把高污染的鍋爐或者是相關的設施 如何來做更新 廠區的轉型包含是不是未來 能夠善用相關的土地 太足不適用的設備 引進除能或綠能等相關先進的製程 去取代高污染的現況 也會要求烈油廠定期的跟鄉親報告 公共安全的配套措施 我相信這樣才是真正的敦親慕鈴 南崁溪橫跨整個第一選區 我們未來做立法委員也會積極的爭取經費 以自動監測的方式來取代現行的稽查 讓整個南崁溪流域的水質可以有更好的掌控 也可以讓水質進一步的來做提升 立法委員肩負修正法案立法的重責大任 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兩條民生法案 第一條叫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全面修正 現在我們的大樓客越來越多 住戶跟管委會的關係能否維持溝通順暢 管理的品質能不能再次提升 關乎大家的生活品質 然而我們的法條太過老舊 如果我做立法委員 我會導引社會資源引入專業的概念 讓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可以與時俱進 提升社區大廈的管理品質 第二條叫做行政區化程序法 像我龜山的迴龍以及其他跟邊境交界的地帶 往往成為政府治理邊長莫及的區域 如果可以透過行政區的合理調整跟檢討 來強化政府的跨域治理能力 我相信對於這些區域來說 是真正暖心的德政 所以這條遊戲規則需要立法委員來強力的推動 我們不希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或者是行政區化程序法 這樣子的民生法案 再一次耽誤在政治的口水之中 這一次換民生的立委 來幫大家爭取公道吧 各位親愛的鄉親好朋友 這個牛許婷龜山出身 大塊膝長大 我從小到大桃園都是我的家 這一次我們希望年輕在地的青年 可以有這個機會為大家來服務 如同我們剛剛所報告的 國會問政我們有方向 選區經營我們有願景 這一次希望大家團結一致挺自己人 讓桃園人為桃園的未來努力打拼 我們早上放下 我們要購物 全部人維脂園 再蓋我們 我們把零石